CFC制度 你要先知道的三件事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境外投资 是否有这样的租税规划 在低税负的国家或地区 设立一间受控外国企业 就是大家俗称的纸上公司 没有实质营运活动 目的之一就是用来转投资 当CFC转投资的境外公司赚钱时 将盈余全部保留在CFC 不分配回境内就不用课税了 但2023年CFC制度上路实施后 会发生什么术呢 那些被保留在CFC的盈余 实施前等CFC分配给你才课税 实施后直接视同分配 就是不管CFC有没有分配盈余 个人企业都要按持股比率计税 当然之后分配就不会再重复计税咯 CFC制度的目的就是提前课税 防止规避我国税负 但是请放120颗星 CFC制度不会溯及既往 实施前CFC已经发生的盈余 只在未来分配给股东时才课税 看到这你很清楚 明年CFC制度上路后 不能再透过CFC地盐税负咯 那么现在你该怎么做呢 首先好好了解CFC制度的美感 基本概念可以参考上一篇 如有疑问洽询所在地国税局 接着评估整体税负 调整目前的投资架构 总结有三个重点来帮大家复习 一、CFC制度实施前后差在哪里 实施前分配采药课税 实施后就适同分配课税咯 二、破解CFC制度两大迷思 它不是加税措施 也不会溯及既往 三、CFC制度实施前该怎么做 你可以咨询、评估、分享 顺便给小编按个赞哦 CFC制度即将上路 及早因应接轨国际